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要去法国 法国南部的绍维岩洞是36000年旧石器时代的遗迹 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这个洞穴在1994年才被发现里面有1000幅珍贵的壁画 记录了当时人类的生活 这个洞穴从来没有开放参观 意想世界带大家一起去欣赏这个史前洞穴里面的艺术之美 这是一条重回36000年前的路程 当时人类还住在洞穴里面 法国南部的销威岩洞在23000年前被巨石封住 直到1994年才被法国三名洞穴专家发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夏威岩洞长800公尺 高度18公尺相当于六层楼高 里面有超过1000幅用手指沾碳颜料创作的壁画 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人类文化形式 壁画里有14种动物 包括长毛象 血狮还有长毛犀牛 都是在冰河时期就绝迹的动物 稍微言动不对外开放 但是法国政府正在打造一个布置板 在2015年开放参观 让民众欣赏洞穴内的壁画还有空间 每年估计会有40万参观人次 进入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世界